1929年牛澳梁发生了运输司机罢工抗议 有餐厅老板为了表达支持呢 将餐厅剩下的材料做成三明治 免费送给罢工司机吃 进而演变成了罢工美食 而现在呢这道料理在台北市的饭店里也吃得到 1929年美国经济萧条 牛澳梁运输司机发动罢工抗议 餐厅老板为了表达支持 推出免费罢工美食 菜籽人们要做一个稍微 那五寸那六寸没有用 那为了赢好我们日出产的客人的话 所以我们故意做一个手掌菜籽一样的 大工三明治搬来台湾 便手掌大小 小美味灵魂式将法国三明治烤得酥脆 内馅再放入蔬菜 炸沙 要让抗争劳工方便携带 内馅包什么 特别选过 食材的话可能会用一些炸的食物 或者是一些像腌制肉饼啊什么之类的 运输是什么 因为是一些比较容易处出比较久的 牛澳梁游有全美第一大港 地势低蛙是名副其实的沼泽之城 风货海产资源也反映在料理上 如果我们有紧净族海鲜 大概有十种食材在里面 里面会有小熬虾 花蟹 有蛤蜊 还有虾子 牛澳梁美食少不了新香料 进口香料称出海鲜原味 饭店叶角花半年研发找食材 要把牛澳梁和大国美食 介绍给台湾民众 长鲜外还认识当地环境和早年历史 决定新闻马上列车台北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